对了 我跟你说正事 呃 今天呢 葳葳也会来 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我提前跟你说了 你还会来吗 哎呀 我知道 你们中间现在呢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误会 但是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有什么事情 不能在一块当面说清楚啊 也对 确实有些话 应该和她说清楚 顾熙熙来了没 熙熙 是来了 但是应该在上面换衣服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回去看看 哎 等等 思辰不是我说你 你现在一天到晚 就是呼吸吸 呼吸吸 脑袋就不装别的了嘛 再这样下去 我可就看不起你了 先看这个 记住了啊 过会儿 微微就是穿这个 记住了啊 嗯 知道了 哦 来了 来了 跟我来一下 哦 来了 哦 来了 哦 来了 刚才我会把我送到我的身体 哦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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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了 哦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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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了 有没有人啊 有些话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 对于我们的关系 这些天我考虑了很久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好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人 但是我发现我们错了 也许我们只是不小心顺应了别人的误解 也或许只是一种习惯 我们都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也许你认为的喜欢 也只是一种错觉 至少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可以做恋人的关系 所以请你以后对我的感情 不要再越界了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以后 我和你 也应该保持适度的距离 你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也许你认为的喜欢 也只是一种错觉 至少在我心里 至少在我心里 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可以做恋人的关系 所以请你以后对我的感情 不要再越界了 所以以后 我和你 也应该保持适度的距离 你走了 你走了 你姐 谢谢 今晚午会确实让我很惊喜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也会跟你保持距离 今天我就先住小雅家了 怎么了这是